中原腹地 大梅雪昌 曹魏故都 雄风浩荡 江山如画 豪杰辈出 天翻地覆 梦想飞扬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一家颇具传奇色彩的企业 锐贝卡在许昌崛起 搅动了传统档发产业的一池春树 也给中国乃至世界的时尚领域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经历了激情燃烧的岁月 写下了开拓奋进的华章 锐贝卡世界发制品行业的领军企业 充满活力的产业集群 持育中外的明星民营企业 它在风雨中成长 它朝着梦想奋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清光绪二十六年 许昌全店一个叫白熙和的商人 偶然认识了做人发买卖的德国人亨特 由此便做起了头发生意 找头发换针 白熙和用德国制造的飞马牌钢针 换取农户家中被随意丢弃的人发 游走四乡的货郎 成为许昌原始人发市场的标志性角色 随着人发收购生意的兴起 全店村周围十里八乡的很多百姓 陆续开办了手工作坊 将收来的头发简单加工理顺 混合扎把做成档发 再打包外韵 许昌全店的档发 由于色泽光亮 手感柔软 着色性能好 逐渐声明远播 被誉为许全发 许昌也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人发集散地 这种一度让许昌人扬眉吐气的人发生意 传承延续了近百年 也造就了商界骄子郑有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在比邻全店的小公村 高中毕业后的郑有全将三十多户村民集结麾下 成立许昌县小公毛发工艺厂 从事档发加工买卖 在与外国人做生意的过程中 郑有全看到 精明的犹太人 韩国人 日本人 将档发制作成价格不菲的假发 卖到北美非洲 攫取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利润 现实的残酷 深深刺痛了出于产业链最低端的许昌人的心 其实我们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因为日汉企业都能在做铲成品加工 我们只做远菜人给他们打工 但是我们通过市场调研等等 我们就毅然决然地去做 由远菜人生产到铲成品生产 趁着走向国际市场 时事造俊杰 机会也偏爱有准备的人 1990年10月 国家清访投资总公司决定 在许昌投放贷款 支持发制品深加工 机敏 睿智 果敢的郑有权 毅然占了出来 带领三十多名年轻人 成立了许昌县发制品总厂 卖出了从人发原材料加工 向成品工业化生产的第一步 在一无设备 二无技术的极端艰难条件下 郑有权带领他的团队探索创新 客难攻坚 相继破解设备难题和技术壁垒 终于生产出赢得外商认可的 工艺发条产品 从此终结了中国人 长达一个世纪 只能出口人发原材料的历史 远见是对未来市场的精准预判 破例 基于对发展方向的战略考量 建厂初期的许昌县发制品总厂 是一家生产型企业 产品只能通过外贸部门转口 才能销到海外 如何将产品直接推向国际市场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让赶闯赶干的郑友泉毛色顿开 他果断决策 抢抓机遇 与外企战略合作 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 迈出了走向全球的第一步 我们是一个万争利美貌生产性企业 要走向国际市场 当时的宣传就是两种宣传 一是在台区办公司 第二是和国外公司进行赫兹 我们通过人力调研 多次谈判 我们决定和美国一家公司 成立赫兹公司 结传出海 1993年 徐昌县发制品总厂 与美国新亚公司 合资成立河南瑞贝卡 发制品有限公司 产品开始直销美国市场 经过几年的发展 瑞贝卡产品逐渐成为美国发制品市场的佼佼者 到1997年 其生产规模和黑人假发销量 已居世界同行业首位 1999年 赤兹收购美国新亚国际25%的股份 瑞贝卡 一个凝聚郑有权他们多年心血和汗数 寄托着中华儿女美好梦想的国际品牌 完全为国人所拥有 在瑞贝卡人的信念里 只有永不满足永远追情 没有固步自封满足现状 2000年9月 郑有权跟随英国的一个商务代表团 开始了非洲之行 在尼日利亚拉格斯市 郑有权惊奇地发现 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卖假发的 他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 兴奋不已 迅速拟出 进军非洲市场三步走的战略方案 建立公司 创办工厂 形成销售网络 如今三步走已变成现实 十多家销售公司和两家工厂 租成了瑞贝卡在非洲市场的经营网络 年销售逾亿美元 业务触角便及非洲二十六个国家 911事件后 假发产品在美国受到影响 这让瑞贝卡决策层意识到 市场单一的巨大风险 于是在加快开发非洲市场的同时 瑞贝卡又把目光聚焦欧洲市场 欧洲是国际发制品的高端市场 以白人假发为主 这对于已经习惯以黑人产品为主的瑞贝卡而言 毫无疑问 进军欧洲市场 对促进企业产品升级 提高产品附加值 扩大品牌知名度 巩固我们的国际市场地位 都将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但同时对我们的生产管理和技术创新 也将是一种新的检验和挑战 2004年3月 瑞贝卡与英国斯里克公司 联合成立中英合资亨德尔公司 将瑞贝卡的技术优势产品优势 与斯里克公司的渠道优势商与优势有机结合 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 2010年全资收购亨德尔公司 加速了欧洲市场开发进程 至今已形成以英法两国为中心 辐射德国意大利 比利时等西欧十多个国家的销售格局 当美国市场疲软的时候 由欧洲和非洲市场补充 当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时候 我们开始转眼国内 大力开发国内市场 2006年底 瑞贝卡北京营销公司成立 创品牌数形象 谋发展的营销方针 差异化定位的双品牌战略 连锁专卖的营销模式相继确立 短短几年 瑞贝卡在国内已拥有 专营店200多家 年终端销售突破3亿元 历经多年的市场催炼 瑞贝卡已成为世界上 规模最大 技术和设备最先进的 发制品生产基地 在人才科技品牌三大战略之影下 瑞贝卡制造逐步提升为瑞贝卡创造 领先全球的不仅是数量和规模 更是品质和时尚 如何尽快弥补税被卡于世界先进企业的差距 最终赶上并超过他们 如何把企业做大做强做久 是郑有权长期来一直苦苦思索的问题 企业通过纠线的 派出发展 一些自如有望发展的企业的因素和拼解 逐渐都生成了 第一个是机制和机制问题 第二个是人才拼解 那么基于这两个 我们就宣摘了故事之改造 由一个万争米家族式企业 向社会公众企业去国度 这是一个简单的算质 也是个很好的算质 只有改制 1999年10月 郑有权毅然拿出60%的资产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对瑞贝卡成功实施股份制改造 2003年7月 瑞贝卡股票登陆A股市场 成为中国发制品第一股 从原材料加工到产成品工业化生产 从单一生产型企业到自主创新 自主研发自主品牌的现代化企业 从家族式企业到股份制社会公众公司 三大跨越 使瑞贝卡跨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在多元变革的大环境下 新的商业时代伴随着机遇和挑战而来 作为一个企业家 正有权一直关注两个重大问题 一是如何更多的创造利润 再就是不断寻找好的投资机会 基于全球市场的卓越商业实践 瑞贝卡大胆跨界勇于挑战 更善于化威为机 威中求机 实际上就是得 你紧紧抓住一个奇异 从这个奇异走向另一个奇异 是7年来逐步逐步 用积岸到夺岸 到跨坑也紧用 2003年7月 一条爆炸性新闻在省内外传开 瑞贝卡接手修筑全长64.28公里的未许高速公路 这是瑞贝卡试试实施 跨行业经营的第一步立作 2005年 许昌瑞贝卡大酒店开业迎宾 成为许昌市高档酒店业的一颗新星 时隔两年 又一家冠名瑞贝卡的大酒店 远在省城郑州亮相 两家酒店开业不久 均荣栽四新 成为瑞贝卡服务型企业中的姐妹化 2005年 许昌瑞贝卡房地产公司成立 并成让生活回归自然理念的瑞贝卡地产 成功开发出 嘉天下、新天下、和天下、易水庄园四大品牌系列产品 高品质的精品楼盘 亲情、温馨、安全满意的物业服务 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瑞贝卡地产成为许昌人民满意和信赖的地产企业 资本运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多元化发展格局也得到持续的优化提升 作为企业转型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 2008年 瑞贝卡开始涉足资源开发领域 相继进军、钢果金、澳大利亚、老挝等国家 如今已整合拥有20个矿区的近4000平方公里的矿产资源 积极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 2011年12月 许昌瑞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挂牌成立 承担许昌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水运连城基础设施的建设任务 为推动许昌城市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如今 芙蓉湖波光烈焰 通渠大道纵横交错 偌大的芙蓉广场上绿树成荫鲜花遍地 为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2014年瑞贝卡再度跨界 挺进高端服务业 是巨资深度开发国家5A级旅游景区 洛阳白云山 打造以风顶云海极限运动 禅修心灵 休闲度假为特色的 综合性世界级山水旅游度假胜地 抢抓机遇趁势发展 说了就干干子必成 这是瑞贝卡人的气魄 也是公司多元化经营的成功发宝 二十多年来 瑞贝卡坚持产业报国 支援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 赢得地方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有瑞贝卡出资投建的许昌县三高 多年来高考升学率名校录取数一直在许昌市名列前茅 初中部升学率更是年年称惯 已成为文明辖尔的中原名校 此外捐巨资支持许昌一高许昌二高图书馆建设 设立瑞贝卡助学基金 帮助众多贫困学子圆大学梦 2006年收购和改制许昌城市供水和污水进化两家国有企业 确保城市供水安全 污水处理能力大大增强 中水被回收利用 2012年介入城市公共交通改造 打造亲情安全满意的创新型城市公交 为许昌成为省级公交优先示范城市 做出重要贡献 并被交通运输部命名为 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文明示范窗口 支持许昌合乎水系联通项目建设 捐资建设护城河望仙桥 98年洪水、印度洋海啸、汶川地震等 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 瑞贝卡仍快速返营捐巨资支援灾群 多年来瑞贝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 累计捐款捐物于亿元 人类因梦想而进步 企业因文化而发展 瑞贝卡企业文化的灵魂体系和载体体系 全是了以人为本构建和谐公司 打造美好家园的指导思想 精诚、创新、发展的企业精神 创新、创造、实现客户梦想的企业使命 壮大瑞贝卡、完善自我、报国惠民的价值观 竭尽全力、创造满意的服务观 说了就干、干则必成的工作作风等 这些理念被写进瑞贝卡之歌 被编入员工手册 被制成大幅标语 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每年定期开展的体育比赛、演讲比赛 文艺会演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如春风话语、润雾无声 多年来 利贝卡集团依靠先进的企业文化 吸引人才、凝聚人心 打造了一支团结、精干、高效、务实的 优秀团队 有了这样一支敢想、敢拼、敢做的精英团队 我们才能创造出今天辉煌的业绩 可以说企业文化就是我们企业的 持续、快速、发展的原动力 也是我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瑞贝卡工作的几十年 经历了公司的成长、强大 共同感受荣耀 一起见证辉煌 这是最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 与公司风雨同舟 一路走来 经历了公司由小到大、由弱变强 在公司搭建的科研平台上 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把瑞贝卡当成自己强大的靠山 瑞贝卡也把我当成大家庭的一员 特别感谢瑞贝卡这个平台 让成千上万个像我这样的普通家庭 在这里安居乐业、幸福地生活 靠卓越的企业文化打造的优秀团队 注定要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角 多年来 瑞贝卡创造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第一 并以大智慧、大胆略、大手笔、适时出手 实施弯道超车 保持了稳定快速、健康高效的良好发展态势 今天的瑞贝卡已发展成为发制品主业、资源产业、服务业三大板块定价齐区 和谐发展的大型产业集群 资产总值超百亿元 员工近两万人 创新启动、专心升级 可能是未来 若感念 我们瑞贝卡公司的一种发展动力 这都不会改变 专心、专向什么 我们提出了两个拥有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拥有自主知名品牌 走向者 非常艰难 我们只有应难而上 不但改变自己 才能把企业作畅、作究 坚定的信念 是瑞贝卡仁成就伟大事业的支援 顽强的意欲 是瑞贝卡仁成就伟大事业的保障 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企业 伟大的梦想 极力召唤着实质不移的瑞贝卡仁 在追梦的道路上 瑞贝卡仁永远努力同心 砥砺前行 是瑞贝卡仁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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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